Hello,大家好,我是萝卜 经过了漫长的连续暴雨天气之后 终于迎来了晴空万里的好天气 最近又开始特别特别的热 但是呢,这个莫里斯小家豪却非常的欢快 你看开得多好 这是两只的花 今天是开花的第二天 有一点点摊大饼的趋势 不过我觉得呢,还不错 莫里斯呢,不愧是开花机器啊 藤本开花机器没错了 看,它那里呢,还有 还有很多要开的 最近应该都会开了 这么热的天气呢 红色龙沙宝石呢,是非常喜欢的 红色龙沙宝石 只有在这种高温的天气里面 才能够比较 比较烟的打得开 最近啊 看,这么高 开花了哟 大家看它是这么一个 直冲冲的冲上去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它的根部了 这是我去年海马家买的这个小苗养大的 这个红色龙沙宝石啊 在它小时候呢 是特别容易僵苗的 竟然这个是红龙的第一次开花了 还不错呢 这个太高了 实在是不太好了 要不我帮我看一看 我能不能把它拽过来 有刺啊,有点渣 好了 把它拽过来了 红龙的话呢 还是比较包的 颜色呢 是非常好看的这种正红色 这个是很多妈妈的最爱了 我妈就喜欢这种颜色了 这种颜色很正 最近呢 我又把今年千叉成活的菊花小苗下地了 因为最近天气太热了 它们都受不了了 把它放在这个天然的花盆里面去 现在这样大太阳暴晒的状态 比花盆里面可是要好多了 这颗红色达芬奇呢 已经开败了 前段时间连续下暴雨的时候 它就是开得正欢快 我又把它拔掉了 好吧 红色的月季里面啊 如果你想选一个抗命性非常好的 就选这个红色达芬奇 经过了接近各把月的暴雨 这个叶子的状态还是犹虑犹虑的 虽然有一点点黑斑 但是呢 没有掉 没有脱光 所以这个抗命性真的非常好 推荐给大家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